大家好,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最近关于二十届三中全会到底什么时候开,还开不开 成为海内外媒体热议的焦点 因为中共的重大决策通常是在党的全会上提出来 然后贯持到全党全国 那就像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邓小平复出,纠正了两个凡事的错误 把中国社会建设的焦点重新聚焦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都是耳熟能详的 当年我们还记得一张口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怎么怎么样 所以全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 如果党的方针政策重大方向有调整的话 通常都是在这样的机会上提出来 那按照正常时间应该是在去年的十一十二月份就搞三中全会 但至今没有召开 各界在揣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看到正在猜测的时候 习主席出手了 我赶紧看了一下新华网 就在今天 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 什么叫书记 汇报工作 谈谈这些年你干了咋样 明年怎么打算的 看这些机构的构成也非常有意思 可以说党政军 可以说立法行政司法 三个现代社会运转的支柱 都在向习主席负责 习主席管他们全部 立法司法行政 对吧 全国政大常委会 本来是按照宪法来讲 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 你看他也得向习主席汇报工作 那这个人民法院 这个人民检察院 就更不用说了 司法吗 行政国务院 李强 当然得向习主席汇报工作了 所以现在习主席 把现代社会管理的三个支柱 都捅到了他自己地下 所有人都向他汇报工作 那在这种时候 时间也非常的敏感 第一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大家问三中全会开不开 都在担心这个事的时候 你不开全会 你让所有这些人 向你汇报工作 那是什么 那就是把一个集体讨论决议的这么一个机制 给他弱化 还是要让每个人单独对他负责 那在你和习主席单独聊天 单独素质的时候 你敢提出对过去这几年经济社会走向的反思的意见吗 你敢反思 那就是打习主席的脸 你敢反思就是否定了过去十几年来 四四二 四个意识 四个知性 两个维护 都是扯淡 你根本不敢提出这样的意见 所以只有老老实实的汇报工作 主席说什么 你赶紧拿出小本来 好好的记 你没有去提出异议的可能 更没有反思的可能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三中全会开不开 外界不要再过分的猜测了 习主席想开就开 不想开就不开 把它开成什么样 什么规模 什么主题 会议流程 往哪个方向走 都要可控 这方面他可能也真的是叫毛规洗髓 当年毛主席 1962年七千人大会 本来是要讨论 纠正 左的路线错误 那七千人大会里面 各地的县委书记都来参加了 因为中国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成千上万人饿死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连县委书记都急了 所以那场七千人大会 让老毛都做了自我检讨 让刘少奇 邓小平这些人 又走上了前台 掌握了国民经济运转的舵手 所以这种事情 到后来毛主席还是不认账 他想我怎么能认错呢 重新开始搞 所以67年66年又开始搞了文革 一搞就是十年 所以这些东西 这个全会 轻易不能搞 轻易不能搞 习主席今天面临的局面 和当年毛主席 有点类似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说 经济上 重回计划经济 国有经济主导的路子 目前为止看 没走通 私营经济贡献了国民经济里边 绝大部分的就业数额 以及他的经济活力也远远比国有企业要强 这一点不管谁来干 他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性质 那现在私营企业又被悍然打压 无数行业被吹爆 什么教培行业 什么房地产 什么互联网金融 都被吹爆 更关键的问题是 资助产业 房地产业 一蹶不振 危机日渐加深 人口在衰退 红利也没有了 老百姓的消费 一蹶不振 海内外的投资都严重下降 股市震荡 香港甚至回到了1997年 所以说整个的经济前景 泥片黯淡 所以你说开三中全会 你能不讨论经济问题吗 怎么讨论 一讨论就要检讨 检讨就意味着过去 搞错了 那习主席怎么可能错呢 党中央怎么可能错呢 你什么时候见到 党中央国务院 最高领导人 为之前的事情道歉过 所以这也是体制的刚性 同时也是体制的脆弱性 他承担不起任何失败 甚至承担不起怀疑和讨论 那这种情况下 能办的就是只有上下其手 在本来已经比较成熟 几经波折 终于摸索出来的党内管制的路线上下手 就是盖开的全会不开了 不开怎么办 数值 你每个人跟我汇报工作 就相当于开会了 这种思路 那是非常的有中国特色 那除了经济以外 最重要的 最敏感的 当然还是政治上的风波 一直持续不断 最尖锐的表现 就是中共内斗加剧 军心动荡 多少个将军 在一个会议上 就被除了名 国交部长失踪了 到现在谁也不敢提 谁也不敢问 那么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这些人都是你的人 在二十大上 团派也好 什么胡锦涛都被公然给强行驾离 那个胡春华等等 就是个成了个 现在成了个政治花瓶 时不长的去欧洲出个访 接见一下某外国 无关紧要 无关通氧的负责人 团派被团灭 都是你的人 仍然是无可用之人 仍然是出大事情 那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对党内交代 现在党内出现的 高层出现的这些问题 当然现在最新的进展 有个非常突出的表现 就是李尚福 中央军委委员 这个给取消了 他也从国防部的网站上 正式消失了 刚消失 这是最新的进展 这一位长 官方正式承认 李尚福出问题了 原来大家都是猜 没有人出来主动说 但你看现在 国防部网站主动把 李尚福拿掉了 这就认为真的是出问题了 那更不用说 魏凤和也没有出席 2月8号的春节团拜会 连团拜会这种 像皮独章似的 礼貌性的 程序性的活动 你都不让前火箭军司令 前国防部长参加了 那证明整个国防部 整个体系 整个指挥链 出了严重的问题 这是习近平赖以自豪的 对军队的整数 结束这么多年以后 仍然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怎么对国内交代 那从程序上来讲 习和中央又面临一个难题 面临一个难题 什么呢 那这个李尚福也好 还是秦刚也好 外交部长不当了 国防部长也不当了 但他仍然是中央委员 同时他还是第14届 全国人大代表 那个秦刚啊 也是中央委员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你不开三中全会 你怎么拿掉 他的中央委员的这个职务 现在貌似在这个事情上 动这个漏洞也已经打开了 口子的也已经撕开了 你比如说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章程 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那意思就是什么呢 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决定 那没开中央委员会 三中全会还没开呢 那李尚福的军委委员的职务 是谁给拿掉的 对不对 这个程序上说不清楚啊 更重要的问题就在于 按照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条例 我给大家贴出来啊 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 各地委员会的委员 候补委员 如果要撤销党内职务 留党查看或者开出党籍的话 必须有本人所在的委员会 全体会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 看到没 必须三分之二多数 那严格说来 秦刚 李尚福 如果拿掉他们的中央委员职务 要开中央全会 要大家举手表决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才行 那目前 怎么办 目前这个情况怎么办 当然 党的纪律处分里面 也给了一些补定 说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 各级委员会的常委委员会 做出处理决定 待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 予以追认 予以追认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这方面也没有 进一步的消息和确认 而且党章 党的纪律处分里面 有明确的规定 就是对党员做出处分决定 应当实施求是里查清事实 处分决定所依据的 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 必须同本人见面 听取本人说明情况和申辩 当然 秦刚和李尚福 有没有申辩的机会 党章里 纪律处分条件里面 也没有说清楚 这种申辩是可以公开申辩 在哪个范围内申辩 都没说清楚 是他有几乎在全会上申辩吗 如果那样的话 那就很热闹了 我觉得 在正常的法治国家 文明国家 现代社会 应该给人家公开申辩的机会 对吧 另外 党组织在讨论对 伪计党员的党期处分的时候 除非党员有拘押 服刑 重病 死亡 等无法出席会议的情况外 都应该通知 受处分的党员 出席会议 并允许其身变 如果本人对处分不服 还可以提出申辩 注意 有关党组织 必须负责处理 或者迅速转递 不得扣押 怎么样 那就是 如果李尚福 秦刚 对决定不服 可以申辩 党的中央委员会 还必须处理 或者迅速传达 还不能扣押 那这些情况 如果真的按照党的内部纪律规定的话 人家李尚福也好 秦刚也有 好 也有为自己 明冤教区的机会 但是目前看来 这一切 都可以不算数 都会不算数 因为啥 中国特色 数值 汇报工作 就可以相当程度上 解决这些问题 那当然 除了一对一对习主席负责 数值以外 是不是就没有体制化的 体系性的方法了呢 还是有 比如说中纪委 当年王岐山在的时候 大家说是 宁见阎王 不见老王 王岐山就是 习主席手里的 刀把子 枪杆子 一个一个 看着不顺眼的 绝对有问题了 都给他用王岐山 给他拔掉 那现在 李希就在充当 这样的角色 而且 比王岐山的时候 搞得更加有恃无恐 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新公布的 中国人党 巡视工作条例 大家知道吗 这个巡视工作条例 王岐山都没有这么干 但李希干了个什么事 把两个维护 作为政治巡视的 根本任务 推进政治监督 具体化 精准化 常态化 换句话说 巡视就是不断考察 高级官员 对习主席的终生度 用习主席本人的话说 巡视就是为了 始终做到 利剑高权 震慑常在 你看 为什么要利剑高权 震慑常在 那说明 习主席对身边的人 忠诚度仍然不放心 也从另外一方面 体现出来 在最高层 内部互掐 互相防范 互相提防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那个劲 一刻都没有放松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是素质 再一个 就是通过巡视 让这帮家伙 有可能出幺蛾子的 出问题的 都给我放老实点 所以现在三中全会 这个话题就变得特别的奇葩 你看你说要不开吧 不开咋办呢 两会都要开了 不开 你还悍然动手 把本来应该在两会上 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 把这个李尚福的 这个 这个军会的委员的职务拿掉 你又给拿掉了 你没开会 你又给他拿掉了 但是只有开会才能拿掉的中央委员 你又还没拿掉 所以你这个 从头到尾 就一通拧吧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就盯着 三中全会到底还开不开 也会会 也许会奇葩到一种程度 就是要放到两会之后才召开 但这就和中共的惯例 竟然相反了 因为两会 更像个橡皮图章 两会从来就不是 公布重大的政策转型的时候 重大的决定 重大的人事决定 政策决定 都在党的全会上解决 那另外 这个谁 秦刚和李尚福 还是全会人大代表呢 所以 在两会上 估计要把他人大代表拿掉 那就还剩中央委员 到底通过什么方式拿掉 就成了一个非常奇葩的 充满悬念的事情 另外 这几天咱们聊赵安吉的节目 留两量非常尬 向大家表示感谢 今天又传来了新的消息 非常的重磅 哪里来的呢 非常权威的来源 来自德州布兰科郡 警长办公室 Blanco Country Sheriff's Office 这个地方就是出事的地点 当地的警方出了一份新的报告 里面有新的令人震惊的消息 就是 赵安吉落水以后 一个多小时后 当地警长消防员 以及其他救援者 才从德州中部的一个牧场的池塘内 奋力将它从水中拉出来 虽积极抢救 仍然不至 另外 这个牧场到底是谁的 最新的消息来了 我们上期节目中是引用 卡尔巴斯 著名投资人卡尔巴斯的说法 说他说 那个牧场 是他姐夫和姐姐的 赵小兰的 事实证明 不是 牧场 就是赵安吉的老公 布雷耶的 大家听了是不是很恐怖 很惊悚 在自己老公家的牧场的池塘内 被淹死 老公到现在 毫无丧气之痛 不着一词 两个人有个三岁的儿子 没人提 没人问 赵家所有的发言里面 只字不提他的女婿和他的外孙 那这个事情 有多奇葩 这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赵家三间七口 再也不提相关的事情 因为像这种顶级家族 面临这种紧急事件 危机公关的时候 最大的一条要诀 就是绝不轻易透露 容易引起媒体和坊间 进一步揣测和炒作的话题 他不说 他不说 那赵安吉死于 自己老公的牧场 这个事情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令人震惊 那谁报的警 是他老公亲自报的警吗 警方到现在没有公布 那当然更多的信息出来了 那就是救援人员来的 还是比较及时的 就是说在接到电话后的9分钟 布兰科郡急救中心的人员 尤其是消防队 就带着人赶到了现场 当然 这个 赵安吉落水以后 是多长时间之后 才有人打电话报的警 目前没有这个相关的信息 那警察和救护人员 确信 车在水里 车里有人 但是他们 想尽千方百计 想把他拖到岸上 但是带的这个绳索 长度不够 然后救援人员 只好进入到池塘中 用各种工具 打破了车窗 急救人员到里面 才把赵安吉 拖了出来 然后进行了43分钟的 进届生命支持 试图使他苏醒 但是 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赵安吉被当场宣布死亡 所以赵安吉的去世 和他的老公 脱不了干系 脱不了干系 媒体 警方都在做了自己的工作 但是 目前 Jim Breyer本人 也是不着一词 从这个角度看 可能还是家庭内部 出现了感情危机 或者其他的突发事件的可能 是最大的 因为如果是一个意外事件的话 他老公怎么可能不出来 怀念一下自己的亡妻 他不但不怀念 还在他妻子去世之后的三天 发了一个莫名其妙的 当地一个莫名其妙的 无关痛痒的一个新闻 给人的感觉就是 爱死不死那个劲 所以这个真的是 非常的 可悲 非常的 令人遗憾 那赵安吉这个事情 出来以后 大家熟悉我们节目的 观众朋友都知道 我们都是拿一些公开信息 作为评论的基础 昨天有朋友给我推荐了 其他有些人 谈论赵安吉事件的 这个视频 平时我很少看别人的视频 但是赵安吉这个事件 确实事出重大 我看以后 我感觉 为很多人的职业操守 感到十分的不齿 他们声拉硬套 莫名其妙的做一些关联 说的天花乱坠 比如说 他们说赵安吉 是中国银行的董事 所以 前段出事的皮带哥 许家印 他在美国 发这些债券 发这些 借的这些钱 当中 中国银行 就是担保人 所以赵安吉 肯定跟皮带哥 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腿 但是我这里 有一腿打个引号 不是指男女关系上的 是指赵安吉 通过在中国银行的职位 和皮带哥 形成了一个利益链 那皮带哥出事以后 又咬出来他了 怎么怎么样 我就不再引述 这些莫名其妙的谣言了 这事情都根本就违反常识 这就说明这些人 可能坐一会儿之前 就是在中国城 或者法拉盛餐馆里刷盘子 对中共体系内的运作 对中共像中国银行这种单位 怎么看待赵安吉这种人物 理解与事实 完全不符 赵安吉是什么 赵安吉是作为 中国银行的外籍董事 我认为 更多是个花瓶 更多是赵家 通过这么多年的运作 中共最高层 给他们个面子 另外 确实他们在美国 中文银行作为一个 国际大银行 是吧 在美国开展业务 有个外籍的董事 很正常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中国银行的外籍董事 还有呢 不只是赵安吉一个 那在这种情况下 首先皮带哥借钱 发债券 需要赵安吉帮忙吗 赵安吉帮得上忙吗 根本帮不上 皮带哥挣到这个程度的钱 那都是跟中共直接 常委级的家族有关系 还不只是一个 得是好几个常委家族 都有关系 他才能做成这么大的生意 赵安吉的能量差得太远了 连边都站不上 最多可能他到美国出差的时候 请赵安吉吃个饭 那是有可能的 别的事情 赵安吉根本帮不上忙 所以强行的 把赵安吉和皮带哥联络起来 令人十分的不齿 这种节目 你看他完全是 不但是浪费时间 还对你对这个社会的认知 会产生极大的一个偏差 另外像皮带哥这么喜欢炫耀的人 对吧 上个天安门城楼 参加这个国庆游行 都拍个照片 内部员工开会 他甚至大言不惨的说 我指出 你是谁啊 你就指出 对吧 皮带哥 没见过世面 那 从这个角度讲 如果他跟赵安吉 赵家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他会显摆的 他会透露的 当然跟中国最高层 他不敢显摆 对吧 那犯计 但是跟美国 跟中国银行的董事 攀上了关系 他肯定会显摆 至少把照片贴出来 炫耀一下 但是坊间有这种资料吗 没有 但而且这种东西 在美国也是不犯计的 多少人跟赵小兰合影 东北同乡会 山东同乡会 北京同乡会 睡着头儿吃个春宴 喝个花酒 能和赵小兰部长 喝个影 大家都往外发 那何况是皮带哥 没有就证明 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些东西 不要强行的 去做关联 所以目前 我觉得是 家庭内部 出了家庭矛盾 导致的事件的可能性 是比较大的 今天就聊这个 我觉得还都是干货 一个是聊三中全会 再聊一个赵安吉 请大家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在下方留言 谈谈您觉得现在这个事 它到底怎么样了 三中全会还开不开 怎么开 怎么处理青刚和 李上福的这个问题 另外 赵安吉 这个事情 您到底怎么看 死在自己家的牧场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